大家好,我是何医生,关注何医生,健康不挂科 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个食疗方 叫做绿豆、玉米、莲子百合汤 那这一个方子呢,在临床上非常常用 那如果是你在晚上的时候睡不着觉 辗转反侧,非常难入睡 这个时候还伴有这种情绪 感觉非常的烦躁 然后口干口苦,然后也怕热 白天的时候情绪也非常的不好 那这种情况下大部分都是属于这种燥热 引起的失眠 那这种类型的失眠呢 用这一个食疗方就非常的合适 那么希望你看到视频的最后 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学会这个食疗方 有什么样的食材,用什么样的量 然后相信你一定能学会这个失眠如何去调理 好了,那我们现在开始 首先第一步呢,就是我们来准备30克的绿豆 那这一个绿豆啊,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 经常遇得到,经常吃的一种谷物 这一个绿豆呢,有什么功效和作用呢? 那这个绿豆啊,它是胃干的,性偏凉的 归心胃,这两个精 那么功能呢,主要就是清热解毒 消暑沥水 那么第一个,这个清热解毒啊 它因为它是性偏寒凉的 它这个清热解毒的力度啊,还是比较强的 它呢,有利于缓解这种发热 体内有燥热啊,有热毒啊 像我们常见的目翅肿痛 也就是眼睛发红,长卖一种 有这种物,又疼又红 比如说牙龈肿痛 比如说喉咙痛 比如说还有鼻子出血等等 这些上面的火热灶 那么这样子呢,会伤害到我们体内的一些正常的功能 那么就出现这种,刚刚讲的这一系列的症状 那这一个绿豆就能够清热解毒 好,那第二个就是沥水消肿 那绿豆啊,它里面还有丰富的甲元素 可以促进体内多余的这种水分的排出 有利于消肿 那其实呢,绿豆呢,还有第三个方面的功效 叫做润肤美容 绿豆当中还有丰富的维生素B族 还有矿物质 对我们皮肤有一定的润泽的作用 同时呢,还可以减少这种皮脂的粉泌 有一定的美容功效 好,第四个方面呢 就是能够帮忙去除脾胃里面的这种热 包括就是湿 那么这一个,它因为夏季的时候 很快就要到来 那这种夏季很常出现的一种情况 就是这些属湿会困皮 这个属湿会困住我们脾胃的功能 那这个时候吃点绿豆呢 能够帮助我们去除体内的这种湿气 帮助去除体内的这种脾胃里面的热 那么这样子呢,对于我们恢复脾胃的功能 能够增加我们的这种消化跟吸收 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那么另外一个绿豆呢 它里面还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还有淀粉酶 是有助于促进胃肠的蠕动 能够增进食欲 对于脾胃有湿脾胃功能不好的 脾胃里面有热的 是有一定的改善作用的 那我们把绿豆清洗干净了 然后浸泡两个小时 那么第二个方面呢 就是我们要准备10克的义米 那这个义米啊 之前何医生也跟大家介绍过很多次 它是一种药食同源的 一种食材 也是一种中药材 那义人它有什么样的功效和作用呢 其实这个义米啊 它有这种生命健康之和的这种称号 那么这种 也就是说它这种对我们身体 有很大的帮助的 那有一定的增强人体的免疫力 能够让人整个体态非常的轻盈 然后呢 像神龙本枣经 把它列为上品 那么这个义人呢 它胃是比较干淡 然后性微凉 微寒 归脾胃费精 还能够这种沥水胜湿 还能够健脾止腺 所以凡是这种水湿比较重 停留在体内 都可以用这个义米 那么尤其是这种脾虚湿质 那这种情况下 经常出现的那种水肿啊 小便不利啊 这种歇歇啊 那这种情况下 义人就非常的合适 可以说是又能够健脾 又能够去湿啊 这两个功能都有的 而且呢 它又沥水 又不伤人体的正气 补皮又不会特别的滋力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好用的 一个食材 那这个义人呢 其实还有一个作用 叫做清热排浓 当我们出现这种肺浓肿的时候 这种长庸的时候 也就是这种蓝尾盐啊等等 这种类型的时候 导致的腐痛啊 这个义人啊 就有非常好的作用 那么现代的药力研究 也表明这个义人啊 它是可以沥水消肿的 它对控制血压 胆固醇啊 也是有一定的辅助的作用 它里面的这种膳食纤维 还有多分类的成分呢 可以降低血压 还有血清胆固醇的水平 来去促进我们心血管的健康 有一项研究呢 是发表在食品化学杂志上的一个研究 那这一个研究呢 就将这个义米啊 加入这种高胆固醇饮食当中 发现了它可以显著的降低这种血脂和胆固醇的水平 所以这一点啊 是需要大家啊 记住的 那么第二个方面呢 就是义人的这个清热排浓的作用啊 对于这种减轻炎症也是有一定的作用 像刚刚讲的如果是出现肺浓肿啊 这种急性蓝尾炎啊 那这个义人啊 在临床当中是非常常用的一个中药 它能够药理研究也表明 它能够减轻这些炎症和减轻疼痛 有一项研究 它也是研究这个义人的 那么通过研究发现啊 这个义人啊 义米啊 它的一个水体取物能够抑制炎症因子的释放 同时能够减轻肠道炎症减轻疼痛 所以呢 从这些啊 药理研究啊 也对我们反过来临床的一个运用啊 也有一定的启发 那么这样子啊 我们义人呢 对于这些炎症肺浓肿长庸啊 这些蓝尾炎啊 就非常的合适 当然了 我们应用的时候一定要在辩证的基础上来去运用 也就是根据每个人具体的体质看合不合适用 这个是关键 那么我们清洗这个义人 清洗干净的时候也是浸泡两个小时 那第三步呢 我们就准备食客的莲子 那莲子啊 它是性贫 胃肝 可以入肺跟心筋 它就有非常好的这种补皮 易肺养心安神的作用 好 大家听到这个养心安神 那说明啊 它对于我们失眠是有一定的帮助 药理研究 也提示这个莲子当中的一些物质 还有包括其他一些里面包含的维生素矿物质 还有这种其他的一些成分 它具有能够舒缓我们神经和改善睡眠的作用 另外呢 这个莲子呢 其实也还有一些多糖类的物质和抗氧化剂 那么他们能够通过调节这种免疫功能来去改善身体的一种状态 然后能够改善睡眠 那么莲子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叫做清热降火 那么清 经常吃这个莲子啊 有这种清热降火的一定的作用 当然呢 如果是清热降火的作用 用里面的莲子心啊 效果会更好 当然呢 它莲子心是非常苦的啊 那我们这种降火的力动是非常强的 所以如果是自己感觉热非常的旺盛 那么我们用莲子的时候可以把这个心啊 不要去掉 跟这个莲子一起去用 那么会效果更好 那如果是发现自己热不是说特别明显的 那么其实呢 可以把这个心去掉啊 因为它有点点苦 那么就不要去吃 接下来呢 我们第四步就是准备食客的百合 百合呢 有这种清心除烦 宁心安神的功效 对于这种心剂啊 还有就是神经衰弱啊 包括就是失眠啊 都是有不错的缓解的作用 对于这种精神状态比较抑郁的 精神比较恍惚的 这些人群啊 可以多吃百合 从而呢 来缓解这些不舒服的症状 那么第二个 百合呢 还可以有一定的美容养颜的作用 百合啊 有非常好的这种抗氧化的这种效果 对于增强我们皮肤的弹性 减少这种皱纹的生成 让这个肌肤啊 越来越好 那么这是啊 百合的啊 非常好的一方面的作用 那么最后呢 我们啊 就把这个绿豆啊 玉米啊 莲子啊 啊 清洗干净 也浸泡好了之后呢 把它放入到锅中 然后加入适量的清水 然后大火煮开 煮开之后呢 然后再小火慢慢的煮 那时间到了 我们把这个泡好的百合也加进来 然后呢 再加入适量的冰糖 那么百合呢 是非常容易熟的 大概煮它啊 五分钟左右啊 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绿豆一米莲子百合汤啊 就做好了 那这一个汤啊 有很好的这种清热安神的作用 那么它能够缓解体内这种火气太晚 火热灶太过的这种情况 能够缓解一个人紧张的情绪 能够缓解我们失眠的症状 特别是啊 刚刚讲的一定要有这种火热的情况 比如说很常见的刚刚讲的啊 木吃肿痛喉咙痛口干口腹啊 情绪烦躁啊 那这种汤就非常的合适了 那如果是发现自己都不怕热 反而是怕冷的啊 整个人也非常虚弱的啊 非常的怕冷 那这种类型的人群 我们叫做阳虚人群 阳虚体质的人群啊 或者说体质虚寒的人群 那么这种人群啊 用这一个汤就不太合适 那么这种人群呢 其实可以把这个绿豆把它去掉 那一米把它炒一炒啊 这样子再用其他的刚刚讲的啊 其他的去照常用 那这样子呢 会更好一点 更合适一点 因为毕竟绿豆蒸义米 它还是偏凉一点的 所以这一点是需要大家注意的 好的 那这一个汤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大家学习视频有帮助呢 欢迎转发给更多的人群 让大家一起学习中医养生知识 好的 观众黑生 健康博客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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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